大家仔细观察发现什么了 看李院士的领带 上面还是蘑菇 您能看到很多熟悉的蘑菇 这是我们吃的羊肚菌 羊肚菌 对 这是橙贝儿鹅膏 这是珊瑚菌 最中间这是灵芝 你能认识吗 这个我认识 像这个长群猪孙 这个双胞菇等等都有 感觉您这领带 是个火锅店在住 对 差不多 一个蘑菇拼盘上来 刚才我也听到你的介绍 我就想问你一个 你知道现在生命世界中 所有的生物大致分成几类 生物就动物跟植物 那么会动的就是动物 不会动的就是植物 你这个观点 是200年前的观点 不对 对 我20年前上课 老师就这么教的 实质上在生命世界中 真和生物是三足鼎立之事 动物 植物 还有一个菌物 菌物是单独分出来的 它是和动物植物 完全不同的一个分支 植物是制造营养 利用光合作用 动物是消化营养 人吃了进去 在胃里头把它转化成 菌物它是吸收营养 它不是消化作用 就相当于一个胃 把它反过来 表面吸收营养 所以在进化程度上 它比这些东西还要早 所以由这个问题 我就想接着问你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 您敢问出这个问题 一定您手里攥着王牌 那我就猜军物 最大的生物是蘑菇 真蘑 所谓的东北名菜 小菌炖蘑菇 那个蘑菇 在美国的连续发现 最大的一个 活了2800多岁 占地10平方公里 上千吨的体重 出来之后是蘑菇 我们吃的 但是它在地下 它的菌丝在蔓延 所以形成一个庞大的 所以我们吃的 那个小菌炖蘑菇 那不是一个蘑菇 那是其中一个 那是它其中的一个寒毛 上头长出来一块 我们把它吃掉了 太颠覆了 太颠覆了